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发现秘密 原来你早就被我讲解 尽管的我 准备解放你的梦 有爱我 有爱你我 陪你的家里 跳起花的爱舞 浪贵的梦想 让我被点头 连一笔打起走 对随着你而奔走 烂笑着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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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今晚能和你一起拥有 我摸动的寂寞 大爱就散了 即使我 不沉默 烂笑着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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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叶 behind me 天天的爱我 能够着我的梦 我是在这么高的地方 刮下这个油的 你仔细看 有这么高 我问你 有长得这么高的女人吗 那代表什么 我想这个女人 一定是在和金圣皇 激烈打斗的时候 长发怒章 扫到了柱子 才会在那里留下痕迹 天生总统果然心细如发 不痛烦恙 无痕 别再叫我总统了 我可担当不起 而且我还查到一点 那个发油 在京城是买不到的 那凶手是从外地来的 是 你还好 可担心 我应该有什么 你可能打不下 你不要现在 有什么 讨历 你不是空气 我不是空气 什么意思 我在飞天湖里的客栈当卧底 他们都对我很好 他不但教我武功 还对我推心致富 或是我 反正 我感觉不太舒服就是 芙蓉妹子 你是不是有点同情 这对母女的遭遇 是有那么一点 记得 如果你要当女捕快 就要把自己的感情屏服在外 只将凶手绳之以法就行了 给她招待 那我找到了 我自行 好 当他把她招待 的 确实 更把他招待 也不能 是 好 我 法理不外人情 如果为了破案 就可以泯灭人性出卖朋友 那就这样破了案 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实在太感情用事了 这可不是当捕快应该有的行为 你怎么可以一句话 就否定我的努力啊 我辛辛苦苦去当屋底 提供给你们情报 到最后 你却想一脚把我给踢开 你这个人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没有想一脚把你踢开 你千万别误会啊 如果当卧底真的让你这么难受的话 你可以趁早打退堂鼓 退出这个案子 我做事情从来不会半途而废的 我不会退出的 你 我没时间跟你说了 我要汇房拿换洗的衣服 待会儿我要到林府当卧底呢 好了好了 你就不要再逼扶若妹子了 她当卧底很辛苦的 难免有些情绪 你就多体谅体谅她一下嘛 做一个捕快 怎么可以感情用事 她实在是太不长进了 我进去劝劝她 不容 干嘛拉住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刚开始办案的时候 也是当卧底的 心静的补快 因为是生面孔 不容易被人认出 所以经常会被选去当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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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一样啊 嗯 你想知道 你想知道 我觉得最称职的卧底是谁吗 是谁吗 是铁手 是他 我想也是 他那种没心没肺的人 他去当卧底 八人隐私出卖朋友 他最幸运 你误会儿师兄了 他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 他不但没有出卖朋友 而他为的朋友 差点牺牲性命 他能当上四大名母 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干嘛一直提他说好话啊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干这一行是没那么简单的 要面临很多生死抉择 情义两难的局面 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谢谢你的提醒 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你放心 我一定要成为京城的五大民土之一 嗯 好 有知己 哎 有件事要拜托你一下 什么事啊 想办法把飞天狐狸的法油弄出来 飞天狐狸的法油 师父 对不起了 我也是在指清任务 见过你了 我还要赶回客栈 免得被人家发现 我先走了哦 小心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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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都要问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啊 我刚刚去偷了一户人家 你看 这是我刚刚得手的银子啊 这么晚了还出来练功 真是如此可骄啊 多谢师父夸奖 不过 你偷的东西不止这些吧 哦 师父 你怀疑我把偷的东西私藏起来啊 你要是私藏起来还好 最可怕的是 你把偷来的东西交给了别人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还要说得更清楚吗 说 师父 你为什么偷我的发油 还把他交给追命 啊 你全知道了 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是个莫敌 师父 我 铁手 有没有受伤 没有 看招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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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加情心的 我 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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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娘 你们的师父 犯下了金圣皇的命爱 至于你们这群女非贼 最后也一定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舅舅 我 我 我就是着了她的道 被她出卖了 我才被抓的 原来你是卧底 卑鄙小人 我没有 母帝姐姐 你听我解释 你不要解释 如果你还当我们是姐妹 这放了我娘 我不能 果然都是骗我的 说什么情理姐妹深 你果然都是骗人的 我是真的 那是真心的 不要再说了 铁手追命 你们凭什么抓我娘 让你的师父 自己说明白吧 娘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铁手总部 我飞天忽略 既不如人 虽然我的脚踝被你捏碎了 可我毫无怨言 你打伤了我娘 我跟你拼命 住手 给我住手 铁手总部 今天我认栽了 关于后山关的那些人 我马上就放走 铁圣皇那件命案 我也会告诉你实情 娘 女儿 做人要输得起 不该说的时候 就避罪 哪里 该说你 怎么办 怎么办 沉沙 美女 和铁夫有国家有国家有国家的 有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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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输得 铁物铁 哪里 遢不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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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如果这娘们以后落到我手里 我让她尝尝我的命 非得给她打开脸 给我站住 刚才谁说要报仇的 你听错了 我没说 没说 这帮私心不改的臭男人 我不好好教训你们 你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男女平等 姑娘 你不是来救我们的吗 怎么比她害凶啊 你去之后 关在这儿的事 什么也不准说 是 就说 你们出去游玩了 知道吗 是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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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丈夫死了之后 我带着三岁大的小爹 流落街头 无意谋生 只好当了爬上 结果 却被捕头金圣皇给抓了起来 我来自杀 我来自杀 你去不桥有了 咱俩 我去不要 我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他把我去 还焚出了旧案 把我关进了大牢 这 这是太坏了 你们捕头不都是这样吗 从牢里出来以后 我就立下都市 如果有一天 我能学会盖世武功 我一定要报仇 皇天不负有心人 最后 居然让我碰到了天衣居士 原来 你居然是天衣居士的徒弟 学成之后 我听说 金圣皇居然高升了御史 我就带着小蝶 一路上 我们碰到 许多被男人欺凌的弱女子 我就收领她 定下这间客栈 让大家有个安身之所 没有师父 我们早就走不下去了 下三岛 你们做饿了 那尸三岛 更加深了我复仇的念头 于是我想 一定要把金圣皇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给杀了 让天下人都知道 女人不是好欺负的 于是呢 你就潜入了玉石府 没错 那天 我的确前进了她的家 我质问金圣皇 对她的所作所为 又没有感到后悔 气了 她不但没有一点回忆 还用玉石的身份来威胁我 想轻薄 可笑她以为 我还是从前那个 任她摆布的弱女子 我一命之下 就把她给淹了 走 也许真向你所说的 你是个苦命人 但是你不仅阴搁了金圣皇 还把他吊死 你不觉得你的下手太狠了吗 我并没有杀他 我留他在那边打滚哀号 我就走吧 你没有杀他 那是谁杀的呢 那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自作孽不可活 想必跟我一样恨他的人大有所在 如今 我落在你们这些名补手上 如果你们硬要栽赃说我杀人 我也无法抗辨 非天狐狸 我们秉公办案不会随便诬陷你 你放心好了 是非对错自然会给你一个公道 对错自然会给你一个公道 这个公道就不得说 小中的公道 这儿就不得了 那么很容易 你能把我撒在那里 那种生命之一 我的公道 你这么多 忽然 再生命之一 你可有什么 我说 我求你 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说 和我这些女徒弟一条生命 娘 不要求他们 大不了我们跟他们拼了 不 你们打不过他们 追命 放了我娘 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 小蝴蝶 我 捕快汉非贼 从来就没什么条件可以抬 追命 动手 追命 你还犹豫什么 阿世兄 我 天守大哥 你已经抓到命案的主嫌犯了 你就不能网开一面 放了他们吗 你用不着这样加好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责我娘的 童谭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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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她 这事由我一人承担 不要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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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们害死我娘 我一定会让你们偿命的 娘 父弟姐姐 你先冷静一下 娘 娘 父弟姐姐 对啊 小狐狸 你听我们解释吗 裴狐狸 你娘畏罪自杀 我跟你一样感到难过 但公归公私归私 毕竟我们是依法办事 你不该迁怒我们 此外 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还没了结 所以还是得将你代表归院 是礼的 二师兄 法律讲的是勤迷法 人家刚经理丧心之痛 你怎么忍心抓他呢 追命 办案讲的就是公私分明 铁面无私 感情用事是你最大的致命伤 你知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可不是什么办案机器 追命 你干什么 铁手 你也太不同人形了吧 所谓赐影之心 人皆有之 难道当我不怪 就该没有人形吗 那跟盗贝还有什么区别呢 你又懂什么 懂 我当然懂了 我懂得还多着呢 我还知道 你不止手是铁做的 连你心也是铁做的 哼 好 我哼 这道个人 我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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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和您相依相伴 现在 现在 却只剩下您孤零零地待在这儿 是女儿不孝 女儿一定替你报仇 怎么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小蝴蝶对我的误会 恐怕永远都解不开了 都怪那个田兽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没有人情 味儿的人 我要去临家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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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酒 什么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才会是情人之间 偷偷给对方的信物呢 什么味道 这是一件穿过的朵朵啊 怎么会跟这些干净的衣服 绑在一起呢 这是男人的味道 好肉麻的画面 看来这个林夫人的私生活 果然有问题 我的小奴奴 老爷啊 奴奴 请原谅我对你做出这种鲁莽的动作 我会这样实在是情不得已 我对你已经是情不自禁了 把你一进我家啊 你的那个容貌啊 你的风采 你的一颦一笑 都让我为之神魂颠倒 还有你的 老爷啊 其实农家也早就对你清新了 真的啊 我的小奴奴 这是大白天的 在这儿不太好吧 那那怎么办呢 这样吧 天黑以后 我在我的房间里等你 好不好啊 好好好 好 好 铁手大哥 好 什么事 追命他出去了 是这样的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想在家里休息 但是临家规矩很严的 每天晚上都要查房呢 查房 是啊 但是管家他不会进房 他就在窗上看一下 有人躺在床上就可以了 所以呢 所以你还不懂啊 笨死了 所以我想请你躺在我的床上 藏在我的被窝里 让他们给查房 搞什么玩意儿 办案办了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做过这种荒唐事 好香啊 我的小象象 晚上等你来 你的小奴奴上 小象象 小奴奴上 小奴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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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 你 你 你做的好事 小象象 什么小象象 你的小奴奴呢 没有 我是抓贼的是 你还耍赖 他写的情书我都看到了 什么情书啊 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啊 你还不承认 你跟我说清楚 说不清楚我绝不饶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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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被六上门赶出去的捕快 现在变成贼 我还帮你 夫人 夫人 她是被六上门赶出去的捕快 现在变成贼 快把她抓住 我还帮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走 你干嘛 来而不往非离离 林大爷 抓得下她 她就是你的了 你干嘛 你说什么了 还说她跟你没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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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听我说 我不要再说 我给你 支付 丫头啊 我说你可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戏弄铁手大爷 我 我是逼他去查案嘛 反正 那林家我也不想待下去了 那老色鬼烦死我了 这么说 林夫人她是清白的喽 真是伤脑筋 好不容易查出来的信息 现在还在这儿 现在又断了 我们现在 真是连半点头绪都没有了 天手 就算白震雷跟林玉相的夫人 没有红杏出墙 那他们两个会不会因为别的原因 和金玉使接仇呢 这我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两个都不是凶手 为什么 因为他俩用鞭的手法 和凶手的手法并不一样 喂 这句话我已经听你讲第二遍了 你到底看出什么了 金圣皇的脖子被皮鞭缠住 是由下而上反卷的 这种手法是非常的奇特 以我所见 这绝对不是正规的鞭法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因为我从前也学过鞭法 对啊 他以前是个用鞭高手 好啊 那你就是双手 丫头 你又在瞎说 爹 是大仙欺负我的吗 你不惹人家 人家怎么会欺负你呢 追命 依你看这件案子 要怎么进行下去 这案子怎么样 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你怎么讲这种话 难道你忘了你的身份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捕快了 我懒得去理那个金圣皇 是谁杀的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小蝴蝶的下落 真的 蝴蝶姐姐 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还真让人担心呢 追命哥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追命哥 真是个重感情的人 追命跟芙蓉这队搞什么啊 追命对黑蝴蝶念念不忘 芙蓉不但不生气 还同情她 这算什么三角关系 真是莫名其妙 芙蓉妹子啊 追命哥 蝴蝶姐姐让你这么难过啊 如果 你这么想她 你为什么不去找她呢 我今天找了她一整天 但是 因为她娘的事 她已经对我恨之入骨 即使找到她 又有什么用的 既然你不去找她了 你不如振作起来 继续和我们 追查这件案子吧 我提笔进来 真倒霉 跟着你们 什么两大名婆啊 一个动不动地被秦锁伤 不想干了 你不爱一个 你不认识 我好不容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到处去卧底 到头来全白费了 好了 现在线索也断了 不用这样要死不活的 白死 你在这儿跟着铁手 好好学吧 她一定会破案的 她只会把我给弃死 你竟然说 他还在这儿 我不是来抓你的 那你为什么派人警觉不舍 这一步你归案 并非我所愿 大家都是六三门的好兄弟 我当然相信你的清白 但是迫于上面的命令 我也没办法 上面的命令 师父为什么不可以相信我呢 对命 不瞒你说 我也早看不下去了 我今天就是告诉你实情的 实情 到底有什么事情 您快跟我说 借个地方说话吗 为了西刷冤屈 请你务必告诉我事情 你的大恩大德 我决明他人必定双倍地回报 不要这样说 我所做的谈不上什么大恩大德 我实在看不下去 你看不下去什么 是无情 无情 又是他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在诸葛大统领面前 打你的小报告 他上次已经写了一份报告给师父了 里头还把我写得很难看 其实 他早就陆陆续续 写了不少关于你的报告 不少关于你的报告 他在诸葛大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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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把我写了 我一向敬重他是大师兄 从来没想过跟他比什么 没想到这个人心胸这么瞎窄 我去手里算账 追命 追命师弟 不要叫我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至于我死地而甘心 追命 你冷静一点 抱歉 我天生是信心众人 我没有办法像你这么心机深沉 你今天最好坦白从宽 给我一天 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否则 你不要怪我不顾师兄弟的情意 追命 你这么说话 我没法跟你好好地谈 有话你又直接说 你少在那边装模作样 做个清清白白 堂堂真正的男子汉吧 追命 也太不可理喻了 好 你别啰嗦 出招吧 事到母亲 你还在假心情 我不会再被你骗 不认识 挺会演戏的 快献出你的真面目 好好跟我决一高下 我没兴趣跟你玩这种游戏 追命 灭土 是 你这个骑士灭祖的畜生 不要叫我师父 Royal brat 你这是我物质的 那有啥子 是 是 有点由你来 对吗 去哪里 苓果 冲祖脑 有点由你来 有点的 吴晴 吴晴 来 吃药 师父 这怎么可以 怎么能让你喂徒儿 不可 使不得 你现在身负重伤 就不需要再拘泥了 来来来 师父 都怪徒儿不孝 手上又不是你自己愿意的 有什么不孝 不过 你不应该这样做倒是真的 你为什么硬生生地 接追命一张而毫无防御呢 我想 我这么做 也许可以消他心头之恨 你太傻了 不过这个追命也太不像话了 真是师门不幸 我一定要把他逮捕归案 我一定要把他逮捕归案 清理门户才行 师父 请您允许我辞去北方总部的职务 吴晴 你这是做什么 师父 我身为大师兄 不能起到监督职责 现在又纵容师弟们胡作非为 我又 我又不能把他们逮捕归案 所以师父 请您允许我引咎辞职吧 吴晴 也罢 师父准许你暂停职务 安息养伤 不必再为六扇门的公务烦恼了 我听说 通领 无情秀 你们两位不用烦恼 六扇门之事 基颜会尽 季炎兄 那就拜托你了 这是我分类之事 是 统领 季炎 你平日办事牢靠 思虑周全 老夫一直很信任你 统领器重 在下铭记于心 以后六扇门 会更加倚重你 统领 这个 这是御赐的御前四大名补的金牌 现在 我把它全都交给你了 统领 属下不敢 难道你不想再为六扇门出更大的力吗 属下愿为六扇门 肝脑土地 那你还不赶快收下他 狂领 属下遵命 本座在此正式宣布 北方总部无情暂停职务 专心养伤 柳姬燕有原来的副总部 提成为御前总部 他将军用到封面子 宁显有原来的副总部 他也有原来的副总部 他也不贵一切 他也不贵一切 他也不贵他们 他也不贵一切 他也不贵一切 大师兄大声重伤 是他先对我不义 在师父面前诬陷我 既然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白白挨你打却不还手 我 我哪知道 你怎么会这么莽撞 也不动动脑子 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但是 我明明看到 他写给师父的报告里 里面对我的指控却是子虚乌有的事 那你确定这就是无情的笔迹吗 确实有大师兄的署名 你真的觉得大师兄会做这种事吗 我也觉得大师兄应该不会 但是我明明看到他的亲笔署名 而且当时我质问他的时候 他是默认了 他这是默认 还是不想说 还是不方便说 还是另有隐情 哪有那么复杂的 我总觉得这其中有鬼 柳基烟为什么要把报告给你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人家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柳基烟要拿这些报告给你看 得先从师父那儿把报告给偷出来 为什么他冒险做这样的事 他跟你特别要好吗 也还好啊 我想他是应该蛮崇拜我的吧 因此为我打抱不平 这叫做心情相惜 哎 你想得也太美了吧你 我也觉得这件事好像不单纯呢 嗯 爹你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 你看你还喝这么醉 嗯 柳大总部请的客 柳大总部请客 谁是柳大总部 你们几个还不知道吗 柳基英被提升为御前总部了 柳大总部 你们几个的四块金牌 全在他一个人身上 今天晚见 他在满夫楼满楼设宴请客 柳扇门的全体同仁都去了 那场面好不认哪 柳基英被升为御前总部 那大师兄呢 听说 北方总部 不过请 为了你们几个师兄弟的事 辞职不干 被追命打成重伤 我闯不起了 大师兄 应就辞职 难道 我真的是误会了他 先是我们两个被革职 再是冷血被诬陷 关入大佬 御前四大名补 只剩下大师兄无情 如今大师兄又被迫引就辞职 咱们四大名补 竟被扫荡一空 显然有人冲着我们四个人 而来 柳基英挑起了吴晴 跟追命之间的矛盾 导致吴晴大师兄引咎辞职 今天 他自己倒坐上了御前总部的位置 这么说 那个柳基英大有问题 对 这么说 我真的是没利用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个柳基英外表看着一副 政治干练的样子 没想到权力薰心 为了自己坐上 御前总部的位置 居然不要脸地去陷害你们师兄 第四个人 柳基英坐上御前总部的位置 可能只是第一步 如果后面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那才可怕 想不到这个家伙 这么阴险家伙 糟了 洞浪 怎么了 他把我们师兄弟 从师父的身边支开 主要的目的 会不会对师父无力呀 暖流 这是梦白 这是这做梦白 黑暗之中 我曾教讯过你的手 把眼眠眸里红尝了 我只爱的人找不到 原来这一切只是个梦 我们是否还能够想要 我想我的人吧 留下的也只是伤心的感慨 单单的离开我吧 别再回来吧 今生我真的流泪 今生我真的后悔 请告诉我 继续的梦 连过我这里的伤 一定会伤得疼疼 请告诉我 今生的梦 轻轻走 抱着心里的刻意 满满你幸福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